身把体坛三四皮 一针这些看到旅婚 今天来到本期的胖周聊球 今天胖周跟个球迷 咱们一起来聊一下国拼 聊一下孙颖沙 以及伊藤美成这对老被丑 那么可以说 在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 伊藤美成和孙颖沙两个人之间的对决 也是吸引了广大国拼球迷的一个关注 那么这季奥运会 可以说伊藤美成成为了我们国拼 争贯道路上最大的一个拦路户 那么尤其是在首个回合的较量中 他们就在混双的决赛中 击败了我们国拼的许心刘世文的组合 来抢下了奥运手金 确实打了刘国良一个措手不及 那么随后好在 刘国良也是通过对于孙颖沙的一个积极的勉励 帮助孙颖沙打出了一个高昂的自信 在女单的半截赛横扫了伊藤美成 把伊藤美成给打哭了 似乎让他长了记性 但是事实证明 奥运会结束之后才没几天 伊藤美成真的是有点忌吃不忌打的意思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伊藤美成他似乎 又开始放出自己的豪言了 首先是针对日本媒体采访的过程中 他先是表态要在2022年要开打的视频赛上 要击败并且复仇孙颖沙 那么其次呢 他还表示要争取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 要争取拿到三块金牌 事实认为到时候别说你三块金牌了 你一块金牌或许都可能拿不了了 你整体的实力在这摆着呢 被孙颖沙都已经打哭了 你两次了对吧 难道还不长记性吗 如今却放出如此豪言 确实让我们感觉到有些不可思议 但是呢 其实对于孙颖沙来说 他却保持了一颗非常谦卑的心态 自己在采访的过程中 连线专访 包括直播的过程中 也多次提到 是吧 其实自己跟伊藤美成之间 水平实力都比较接近 那么还能够看出啊 确实 孙颖沙保持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心态 或许这种谦卑的态度是保持了确保了我们国拼的队员像孙颖沙一样都能够始终不断的保持进步的一种源泉和动力 那么同样面对着伊藤美成他的这番言论 那么我们国拼的掌门人刘国梁 以及前国拼的是吧 超级大满贯选手 这个邓雅平 他是如何看待这件事 又将会如何回应这件事呢 首先我们知道 其实这两个人的回应 听完之后真的是大快人心 那么首先刘国梁也是表达了一个态度 那就是期待并且祝福伊藤美成未来能够打出好的成绩 那么看似这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呢 首先刘国梁表达了两个层面的意思 第一个层面的意思是表达了对于伊藤美成 充分的尊重和祝福 期待他未来呢 能够给我们国拼制造更多的困难 期待他能够未来达到一个更高的成就 那么其次第二层的意思是什么呢 那就是对于他的这样一个目标 不太现实的目标 想要击败孙颖沙的目标 想要去巴黎奥运会夺三斤的目标 不屑一顾 对吧 我完全不看在眼里 你这样一个好高骛远的目标 你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你只是刚刚好了伤疤忘了疼 对吧 刚刚被我们打哭了一次 结果呢 你如今又喊出这样一个口话来 很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 因此呢 刘国良压根也没太把这个事 是吧 放到心上 放到眼里 很显然等到巴黎奥运会 届时才是我们国拼的王朝 而届时伊藤美成 很有可能会再度的 被我们的国拼运动员给打哭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吧 那么其次 邓亚平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呢 其实邓亚平在每次 谈到了日本队的这些运动员 像伊藤美成张本之和的时候 那么邓亚平也是保持了一个 充分的敬佩之心 邓亚平也是表示 近些年来我们国拼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 世界各国的优秀的运动员挑战 像日本队的张本之和 伊藤美成 这些优秀的运动员的挑战 压力之后 才让我们能够不断的去提高 对于自己的要求 不断的去完善很多的细节 不断的去提高 完善打磨自己 对吧 才能够促使我们国拼 在本身就处于在世界之间的位置上 在不断的精进 不断的进步 那么正是因为有了这些 高水平的对手的挑战 让我们有了压力 正是因为有了压力 才让我们不断的进步 那么这些对手 这些高水平的对手 正是我们国拼进步的源泉 那么可以说 邓亚平他的这番话 就足以看出 他是站在一个非常高的格局上 来看待这件事情的 那么他在保持了 对于对手的尊重的同时 也能够表达出了我们国拼 其实也算是在对手的刺激之下 在不断进步和完善的一种态度 相当于对手 是我们进步道路上的每一个台间 我们踩着每一个对手这个台间 在不断的往上攀登新的高度 我们其实最大的对手就是自己 不断的超越自己 那么每一个超越 昨天的自己的那个人 永远都是超人 所以说呢 我们也是期待着国拼 能够借着刘国梁 借着邓亚平 他们这些大快人心的回复 能够不辜负这两位 国拼老前辈的众望 能够借着这股的士气 能够一股作气 争取在2022年的 是吧 视频赛 以及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 都能够打出一个好的成绩 我们也拭目以待 好了 那么本期的胖猪聊球咱先聊到这儿 喜欢胖猪的别忘了点关注 胖猪玩听听 聊短球